牛气冲跌的美国股市突然一泻千里 此前涨势凶猛的科技股领跌 道指一度下跌800点 恐慌指数迅速攀升 一夜之间美股仿佛变了天 美股为何突然暴跌 难道要开始崩盘了吗 总的来说 大部分华尔街的分析师和交易员们 还是比较乐观的 美国天交基金总裁 基金经理郭亚夫认为 美股今天的下跌 主要是因为自三月份见底之后 股市涨得太快太猛 需要一个修正 市场的杠杆也越加越高 在即将到来的重要非农就业数据 和美国劳动节长假期之前 部分交易员选择降低杠杆 锁住丰厚的利润 他指出 其实在过去的四五个交易日就已经开始 具体体现在恐慌指数与股指起涨 截至周三 恐慌指数已经在六个交易日当中上涨了21% 而且攀上50天平均线 说明期权交易员随着股市的上涨 恐慌心理加剧 今天终于爆发了 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员 TGM投资总监 Tim Anderson也认为 此次随着标普白指数已经连续上涨了10天 并且刚刚收获了两个月以来最大涨幅 并且科技股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收益之后 因此必须有一段回调消化的时间 此外板块轮动也正在进行 有些人进行了抛售科技股 买入价值股和落后者的大规模操作 这也使得科技股首当其冲 成为今日最惨的板块 除了郭亚夫先生指出的 此次下跌的前期预兆 其实苹果 特斯拉和Zoom 昨日领先市场一步 遭遇获利了结 也给出了市场信号 果然 机构总是跑得比散户快 想要生活过得去 账户难免有点绿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